现在外国输入的病例就成了我们的主要病例了 第二个的话是内防反弹 所以内防反弹的话 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在哪 因为这就好像森林大火似的 你说一个森林大火 当它是剧烈燃烧的时候 那么我们干嘛呢 悠闲救火 救这明火 对吧 救明火在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把有症状的病人 有些人的话控制起来 给他们的话进行治疗 对吧 实际上的话还有暗火 当时那暗火就无症状感染者 那时候我们早就知道有无症状感染者 实际上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话呢 已经控制了 对这些人已经进行控制了 但是这些的话呢 不控制行吗 不行 因为从无症状到有症状 就表示病毒在传播 无症状的也可能变成有症状的 无症状的人他感染了 其他人以外 他自己不出现症状 别人可能出现这种症状 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